哈囉大家好,我是實調創作家林哲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跟音樂有關的創作 之前曾經在臉書分享過一小段的鋼琴隨性創作 我們先大概來聽一下 其實這一段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當作主歌 那我們就是再來想副歌的部分和前奏 這樣就可以 OK,這就是一段很簡單的旋律和和弦進行 然後就有個朋友私訊問我說能不能聽個完整版的 我就覺得,欸,還蠻有趣的 想說那來做看看 我知道現在時下很多AI的音樂都可以方便做出這些創作 但我想說自己動手還是蠻有趣的 那我先說一下我使用的編曲軟體是WiPhone11 它是一個免費的編曲軟體 可以跟很多大部分的插件相容 像你想使用鼓針、二胡或是豐富你的鋼琴音色 都可以去網路上下載免費的插件來安裝 就可以在這個軟體裡面使用了 那今天礙於影片的長度 我就不從如何安裝開始做起 有些朋友可以在留言處留言讓我知道 我在找時間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影片從頭做起 當然我並不是專業的音樂製作人 我只是記錄我自己的做法 也不確定這個做法是對還是錯 如果影片中有講錯或做錯的部分 再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讓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把剛剛聽到的那一段旋律 將它豐富化 然後把它完整化 開始吧 打開專案這個就是頁面的樣子 然後旁邊這裡有很多層 它就是每一層都可以讓你放不同的樂器 找一個鋼琴 這一個 那鋼琴上面可以調整 看你要什麼音色可以自己試試看 我這邊先填寫和聲進行 等下再來填旋律 第一個就是都是A-M和弦 第二個小節是F和弦 第三個小節是G和弦 然後這邊第四個小節是E-M和弦 第一軌我就都用簡單的柱式和弦 等一下旋律比較好對節拍 第二軌的部分要填主旋律 那這邊也是弦中鋼琴 主歌就用這一段 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填進去 好 聽一下 OK 開始寫副歌 寫歌我習慣在鋼琴上先彈 然後覺得不錯的旋律把它寫下來 然後再把它Key進去 好 副歌就這樣 那後面就是一直重複就好了 現在把它編輯到電腦裡面 聽一下 那注釋和弦可能聽起來比較無聊 所以我這邊第三軌我再加一個小提琴 來讓和弦的部分更豐富 填好之後第四軌我再加一個鋼琴的分解和弦 聽一下 主歌副歌有了 現在我來簡單寫個前奏 好 就這樣子 很簡單 那前奏我用小提琴來代替 聽一下這個感覺 其實做音樂就跟電腦修圖剪接影片一樣 它就是一層一層的概念 那你越多層就越豐富 這邊加入笛子的聲音 有一種空靈的感覺 然後這個軌道我加入小提琴 波弦效果的聲音 整體來聽一下 那邊的聲音 軌道的最後我想要加入鼓組 這款鼓組插件非常的佛型 它不僅免費的 它還有很多已經幫你配好的鼓 像這邊都可以去看 如果覺得喜歡的鼓 其實就直接拉進你的軌道 然後一直循環撥下去 就可以了 鼓聲加進去氛圍就整個不一樣了 影片的最後我們把它全部合起來 聽一小段 如果要聽完整版的話 可以上YouTube搜尋 宇宙夜祥這首歌的名字 那因為我是第一次製作這種類型的影片 喜歡的話再幫我按讚分享 感謝大家耐心觀看到最後 感謝感謝 感謝大家 鼓聲 鼓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